嗨 今天终于要出门啦 到了约饭的餐厅 对 我觉得他们现在吃那个比咬也高 有的是姜 这是我们点的沙拉 没想到这么大一碗 还好这次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 然后我们还点了薄饼披萨 反正我接着他 可能我逼了一个人 这个拉丝好大 可是我有点恐高诶 你确定吗 赵儿用来画画真不错 给我一次我的小房子就好 天气真的超好 橘色的感觉超级舒服 很多就算站在那个柜子上的人 他都没有 我来到之后很快 很快当时是比他要给 之前和朋友说好的 一起逛西马克的烘焙工坊 有很多的咖啡设备 很多的咖啡 还有很多的游客 看我带了小绿 这是我们点的提拉米苏 还有一款新品 周末人好多 小孩也好多呀 和朋友一起的好处就是 点一份甜品可以尝到两种味道 你全喝吗 你全喝吗 都三分的 或者帮一半也行 你喝酒怎么样 我没有吃 我没有吃 他真的没吃 聊着聊着天就黑了 其实每次和朋友们约 重点都不是逛街吃饭或者玩 主要就是为了聊天 因为觉得朋友们 都实在是太神奇了 就好喜欢他们 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 所以见面的时间和次数 都不是很多 每次见面都能聊一整天 特别的开心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很神奇的一点就是 有什么 因为感觉内核是硬的 它是从美术想通了语言话 投出了运营的美术 然后问了一次我考题 我当时很深情 到家和小七玩了会儿 七虽然员滚滚 但是我们很灵活的 看这是我给你带回来的小绿 还买了一对耳环 原价是59块9 然后就只要10块钱 然后因为没有什么想买的 所以昨天逛街就买了一副耳环 剩下就是一直在吃好吃的 昨天的小绿被我带回来了 是在路上捡的 昨天它还很完美 然后今天就有点皱了 皱了 又买了一些小的画框 就感觉冬天了之后 就不是很想自己笨框子 所以又买了一些 这家是我之前一直买 那个画布的那家 然后在他们家订了一些小的框子 好了就这样吧 接下来会画一堆 20x20和20x30的话 给你们看我现在书桌的样子 现在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挪了个位子 这样采光会好一些 因为冬天的时候上海 经常都是阴田 画架放在了这个地方 但下面全是叠在一起的画 没有晾干 没有晾干 我准备 我准备把这个反膏挂在这个上面 应该可以的 反膏挂在这边 然后 嗯 因为画框太大了 没有这么大了 我包上一单都是用这个 就是 这种粘钩 太宽敬了 就是 对这个样子的粘钩 嗯 它不是那种有钩子 它是那种平的 就是一个 它本来上面应该有颅帽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我就用到这种 你在撕下来的时候 还是会粘那个墙皮 但是但是没有关系 你到时候 你接下来的时候 补一下就行了 就这种伸出来的 我的这个是 我买的 这个是8毫米的 就太短的话 就很容易掉 所以还是要 嗯 稍微长一点的 但是太长的话 它会搓到你那个画布 就看你要多厚的那个 但是如果你没有很高级挂的那种 就当我没有说 我说是 如果你在 嗯 就是如果你条件比较简朴的话 和你分享一下 我是用这个 然后我先要粘一下 嗯 好像也还行 小琪很自觉 好像还可以 虽然我的小房间 好像很小很乱 但是我真的超喜欢它们 我今天要给小琪换一下猫砂 把它之前的猫砂全部都倒掉 然后 换上新的 你的猫砂已经空了 好 先这些吧 我接下来还没有想好是画这种 这种小的还是画更小 嗯 其实我还买了一些别的画画 没有到 然后我准备最近做一些别的新的尝试 可能之后的视频会偏 嗯 生活记录一些 因为毕竟不是说 自己想要画什么 比如你想要画这幅名画 那临摹就行了 你就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思考 你只要在画的时候 思考就行了 但是你在创作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前期会需要去做很多的计划 就好像你在画一款游戏人设的时候 你前期你肯定是要先找一些确定的元素 当然很多比如说背景故事啊之类的 是会有人给到你 但是你在自己做自己创作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给自己一个设定 你想要画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当然你在做设计和做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你做设计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考虑是玩家的需求 比如说现在玩家很喜欢这种 或者是市场上现在很流行的 这种画风 这种体材 但是你做艺术 就完全是取悦你自己的 比如说我觉得这样是好看的 那就是好看的 在不是取悦于别人的时候 就需要你有一个做自己就好 虽然之前我练习了好多写实的名家画作 但其实写实并不是我的方向 更多的是一种辅助吧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这个方向我可以画 但不是说我以后就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东西 也不是说写实不好吧 我觉得每个画派都非常好 只是恰巧我不是很喜欢画写实 我喜欢画画的时候 比较有画感 就不是很喜欢超写实之类的 虽然好像最近我画的写实占大部分吧 其实还是觉得你画自己的感觉 和传递出来的感觉 比较重要一点 好啦 这个视频就到这边 下个视频不见不散